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 11月7日 星期六 大家好 這一節 我們想跟大家關心一下一個話題 就是 我們香港人的其中一個 避風港 台灣 美國的選舉 其實是牽動著全世界 但是 台灣 是一個這次 直接的風雁 大家也知道 近一年來 其實美國對台灣的那種關切 甚至乎照顧 是超出以前 有史以來最高的 但是我們要看回 台灣這次出現的問題 又是台灣一個很危險的境地 就是 民主黨 1948年 蔣介石支持的 杜威 共和黨杜威 意外落敗 被 民主黨的杜魯門贏了 而杜魯門上台之後 因為要報復蔣介石 所以 就決定放棄國民黨 直至 等於 他們不惜 是將世界的格局改變了 如果當時他如果支持國民黨繼續打下去的話 起碼跟中共平分春色 可能是隔江而治 變成南北國 其實可能會改寫歷史 所以大家 也看到這次世界歷史也可能會改寫 為什麼我們大家 那麼多人 失眠那麼多晚 我們也是 確實是失眠的 確實是很頭痕的一件事 因為其實大家面對人類史上的一個分水嶺 所以也要告訴大家 你覺得很心痛 覺得很幻滅 但是有 比我們更加危險的人 應該更加危險的人 的確就在台灣 台灣的人民 真的面對一個極大的威脅 我們說台灣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Twitter 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以及希望大家 加入我們的Patreon 支持88 蕭蕭 以及黃師傅裝修公司 我們也作出一個呼籲 都是關台灣事的 其實台灣方面 官方跟我們一直有合作開的 就是幫台灣那邊的手足 讀書 帖子和簽證 等各方面的東西 行事 他們 希望我們成立一個組織 跟官方的對口單位 現在我們是希望 現在我們是希望台灣的香港人 擁有台灣身分證的香港人 聯絡 我們想 plane這組織表現 這組織表現出來之後 就可以直接 台灣的官方 有一個官方的 直接溝通 到時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那些個案交給美國 因為現在我們其實是轉接了一點的 當然 我們直接跟官方 有一個渠道去幫他們 尤其是申請 起碼第一簽證 第二是讀書 所以 希望在台灣的網友幫幫手 先原諒我們 我的WhatsApp 97114085 這節真的要說回台灣問題 如果 美國的政權逆手 民主黨上台 是不是會第一時間出賣台灣呢 其實台灣是擔心的 台灣真的是 相當危險 當然啦 我們剛剛在大選之前 還在做一個分析 所謂日本的新聞 說這個 解放軍 X-Day攻台 現在不禁要問一個問題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 X-Day攻台行動呢 X-Day 不是在大選之前 現在出現了一個 很大的變化 會不會是確認了拜登上台 而大陸就向台灣進軍呢 這個也不敢排除這個可能性 因為 這次 拜登有機會不幫的 如果拜登上台 但是 我們 知道這個消息就是 出現了這個選舉結果之後 選完之後 投票之後 蔡英文總統 緊急召開了一個國防會議 討論 現在台海的局勢 當然台灣官方出來說 美國無論哪個政府上台 都會 對台灣的關係更加密切 其實我們也同意的 他的說法也同意的 問題就是 你不知道 知道習近平 是會不會 或者 美國那個 政府 是比賽的一個信息 令習近平 認為可以攻打 而美國是不會動手 問題就是牽涉 幾方 理解的問題 我們也未必真的覺得 拜登是會 容許 大陸去進攻台灣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他可能沒有份參與 也沒有默許 的情況之下 可能大陸 會單方面覺得 可以進攻 這一點 不是不存在的 沒錯 因為多方博弈 就是有這樣的危險 因為 往往你估不到大陸的想法 以及他的看法 為什麼 因為 他覺得拜登 他長期看錯事情 大陸對香港局勢的變化 大家都回憶一下 長期是看錯的 長期是有偏見和誤解的 其實 他如果這次 習近平一意孤行 他甚至乎覺得 拜登 也是我的馬來的 我扔錢來扔死你 但是拜登 今時不同 往日 也要為拜登作些分析 也要為拜登作些分析 你當他是一個貪錢怪 什麼都要S兩動 但是現在這一刻 就不同了 現在這一刻就是 President 因為以往 他是一個副總統 坦白說副總統沒有權 大家都知道 所以 情況有點像 一些 未做議員的人 變成 議員 專櫃的議員是不一樣的 過往可能真的很便宜 很容易買到 現在 升價十倍 一登龍門 升價十倍 以往未做議員之前 就跟你可以 攬頭攬頸 或者你幫他 他會叫你大哥幫助你 到了他貴了的時候 不是這麼說的 你打給他也不會理會你 拜登真的很難 很難去判斷 首先最大的問題是拜登有實益 他經常說他自己參選州議員 然後無緣無故打倒 George Bush 然後無緣無故打倒 然後無緣無故打倒 I'll beat Joe Biden 其實最恐怕的 Joe Biden最恐怕的東西是 中共也判斷不了他 到底現在知道自己在甚麼 他究竟是假裝癲還是真癲呢 他反過來 他真的說 他當自己是特朗普 我們要 make American good again 他最恐怕的東西是 拜登沒有腦筋的 他到時 他的角色當成了自己 是特朗普 他要打中共 他要用某些戰消滅中共 其實 我們是不敢排除的 因為他選一選一選也說要打到拜登 他會不會 他忽然間收入益 當自己是特朗普 他以為自己是特朗普 所以 真的想不到有甚麼事情會發生 當然 從正常的角度 當然客人會提出他 你是拜登來的 你不是特朗普 他叫司機 回去Trump Tower 這個世界真的充滿變數 會不會真的失憶呢 走去對中共決戰呢 或者突然間做出一些對中共 很詫異的事情 這方面我對他有少許期待 他的失憶情況 對中共未必有你 還有 這些人可能是炸癲立福的 收你錢的時候就叫你老闆 收你錢的時候就叫你老闆 這個人有可能的 說真的 我們難以判斷到拜登是否真的失憶 所以呢 他現在其實也是一個充滿變數的人 沒錯 不知道他會不會 到時突然間 一 轉槍頭 一做了總統 一做了總統之後 就說他跟台灣建交 甚至乎也有可能的 索性要消滅那些 通宗的證據 這是樂觀的主觀願望 當然我覺得機會很冥王 但是 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不過 拜登的問題 不是中共 這個考慮之列 中共的看法是全世界跟他都不同的 因為他可能會 往後的世界局勢 真是進入一個混沌的狀態 只是拜登何時失憶 一個老人痴呆的總統 再加上 這個加上一個長期 誤本形勢的中共 可以產生很大的法學作用 甚至乎兩個可以變成敵對狀態 就是因為這樣 因為他誤會而已 是不是就生氣了他 然後就打敗他 當然啦 我們真是主觀願望 但是 我們這次其實主要分析習近平 因為 習近平 對於台灣的局勢到底有多誤判呢 他是不是會得錯一些東西認為美國會任由他進攻台灣呢 因為 我們剛才 我們跟一個朋友是美國朋友 他分析台灣問題 他跟我們說的 因為他有幫我們聯絡台灣那邊的人 他就說 現在 香港 或是我們站在香港的角度 台灣 是不是會反抗中國呢 他說一定要反抗 因為 不是你不反抗中共 中共就不打你嘛 如果中共強行來 那麼台灣是不是要反抗 是不是要出兵 是不是要逼迫跟他 硬碰來一場 打真軍 幾方博弈 所以台灣的判斷又不一樣 跟中國不一樣 跟美國也不一樣 台灣方面是很被動的 但是如果台灣受到攻擊 他一定要作出反擊 他一定要傾巢而出 反而 令到台灣 有機會 有機會 all-or-loving 狀態 他反而 增加了 主動進攻 要放手一搏的那個 反而多了 因為你明知沒有後援 明知沒有援兵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 會博弈 因為台灣的導彈 坦白說 全部都可以打到北京 他的射程可以打到北京 那四架MQ-9還沒有交給他們 我真的很擔心 但已經有F-16了 其實台灣的 空戰的能力 我覺得一定不會比大陸差差 而且台灣軍方 但是 台灣人呢 我們現在最害怕的是大陸 其實 大陸 真的可以長期不判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他錯得來 他跟全世界的 正常想法是相反的 這個才是最嚴重的 最錯的判斷就是你一直在選林鄭 到現在 近乎好像想放棄他 一直是他選的 這次上去只說韓正見就算了 廢話時才救你 你這個角色 根本就是 扇領到習近平直一直的角色 是不是真的 在拜登上台之後 可以恢復芯片供應呢 現在有很多 很多疑問走出來 當然啦 假如大陸能夠再獲得芯片 當然對於 整個世界局勢很危險 他的導彈又可以射準 另外 大家不要忘記 還有這個印度方 印度 以往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 就搞搞中共而已 現在呢 印度是不是要多捉到俄羅斯呢 然後又有日本 很多方的 現在的問題正在出了很多問題 多方都覺得 喂 現在怎麼辦 現在是全世界的互動 每一個地方還有歐盟 歐盟跟美國的關係呢 還有英國呢 我們接下來 每一個國家我們都要分析 歐洲之所以跟美國關係轉差 某程度上是因為特朗普 沒錯 因為特朗普的關係 以往他認為美國是被這些國家穩困 他要拿回美國 但是 也都是因為以往美國 做大佬 其實做大佬當然要付出 就算是多少錢 要聰明的 要聰明的嘛 太公分豬肉 其實真正的領袖 做大哥 不是自己去分大份的 只是大份給人 先 在人面前你告訴別人 我們分最少 有給你吃了 先是這樣的嘛 那些年紀才會跟你的嘛 如果不是的話 大哥你不肯都要吃了 誰會跟你的呀 特朗普任內的數字就算得很漂亮 美國真的很漂亮 但是確實是得罪了很多盟友 以往照顧那些手足 照顧那些兄弟 突然間 會收回好處 那些兄弟當然是造反 這個跟加拿大很明顯 黑社會 你本身看場是黃國你的 灣仔你的 銅鑼灣你的 你所有看場自己都收回來做 那三個是否要反對你 所以現在 真的很難估計 有時間分析 當然啦 所以有時做分析也要看看那些政治人物 例如歐洲的人出來說的話 你要跟著才可以做到判斷 現在 暫時來說 歐洲全世界都沒有人表態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大家 現在也是 要開緊急會議 正在想應對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兔子往後要怎麼走 沒錯 而蔡英文 最頭暈是他 其實現在封眼是他 首當其衝是他 因為那把刀 什麼時候把刀砍過來 不知道 以往特朗普接著 現在沒有了 特朗普政府的取態很明顯 但現在的變數就出現了 是不明的 跟香港的立場一樣 立場不明 所以 我們 是會密切 失憶 立場就是 拜登 拜登真的很危險 他有七重人格 不然會變特朗普 當自己是烈根 玩得更金一點 大家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國家 在今次的選舉裏面 近乎是 Totally remain silence 那個叫俄羅斯 一個這麼大的共產陣營 牽涉著全世界的角色 竟然在今次的美國總統選舉裏面 彷彿 好像 完全是消失了 因為俄羅斯最擔心就是拜登上台 搞局他 所以這次俄羅斯竟然沒有出手 你有沒有發現是有些問題 這節我們另外再分析了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拜拜